妖娘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小可心 这里是我的家 难道我要给你提前说我才能回来吗 你不是说你要去恶叔叔家玩几天吗 怎么才去一天就回来了 你是不是很想看我笑话 我看你什么笑话了 只是问一下而已 那你问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啊 妖娘 你去恶叔叔家玩 应该高高兴兴的回来呀 怎么看你不高兴啊 我跟那个欧老头分手了 现在你们高兴了吧 不会吧 怎么这么突然 亏我一直对他这么好 他既然这样对我 两个都想不通啊 那你们是因为什么事情分手的吗 他说我脾气不好 还叫我拿钱借给他 我说我没钱 他就说我恳恳收收的 对他不好 什么都舍不得 啊 怎么会这样呢 我懒得跟你说啊 我睡觉去了 又娘 那你不要多想好好休息 唐姐 你刚刚在跟婆婆说什么 我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哦 走我们再把你吃去 可以呀 我也想吃把你了 但是不知道手哪没有 我们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那我们走吧 唐姐 这个试得有点交通 跑不到 没事的 木马 我们用这个符杆打下来 那我们先试试看嘛 看能不能打下来 那你离我远一点 等一下这个落下来 打到头很痛的啊 你快靠一下 看有没有指啊 好 唐姐 唐姐 有的就是有点小 那我们先再几个回去尝尝 先等过几天熟了 我们再来多摘一点 对了 木马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啊 唐姐 要娘给我说她跟二叔叔分手了 不会吧 刚刚她自己给我说的 但是不知道是分的 分手还是只是闹宝队 那婆婆有没有说 是什么原因分手的 她说二叔叔说她脾气不好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 我也不敢多问 哎 管他们的啦 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会解决 我来 爱恨叫做不停的轮廓 想你去